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人护法 到四天神的护法 到什么 天神的护法 那当然在这种 天神的护法里头 其实是很微妙的 说实在 大圣佛法 其实还是应该 还是要以人菩萨为主 但是呢 因为有种种 现实的这种状况 所以呢 就不得不 那么也仰仗 天神的护法 那因为必须要度过 从 释迦牟尼佛的出现 一直到下一个佛 是弥勒佛 所以呢 在 第三百二十二页下面 有没有 将来弥勒佛出世成佛 那么才是真正的 有转轮身亡的人词之事 那社会和平繁荣佛法 昌明的同时 那么这个才算是什么 佛弟子理想的现实人间 但是还没到那个之前 那么反而 在我们的娑婆世界来讲的话 是不是要经过正法 这个一千年 相法一千年之后 是不是末法一万 一万多年之后 可能也会消失掉 这个佛法可能也会 在这个地方消失 一段时间之后 才又逐渐恢复 所以这个也难免 会有所谓的什么 末法 思想的一个来源 尤其在当时候 我们说在西元前 二三世纪的时候 有三恶王的侵入 对不对 那么到西元一世纪呢 又有大肉之 桂双王朝 统治了西北印 但是他又侵入了什么 中印度 到四世纪的时候呢 燕达 燕达人侵入了北印度 所以呢 这些民族 那么也受到佛法的教化 那当然他们 他们进来 虽然是侵入 其实也因为 侵入而接触了什么 佛教 那其实也都信奉什么 大圣佛法 好 那西北印跟 以外的这种西北地区来讲的话 也有很多的这种 异民族不断的兴起 也在这种动荡不安当中呢 其实佛法也怎样受到了伤害 因为有三二王的关系 还有呢 我们刚才讲的 最后一行 说佛灭千岁嘛 政法是不是也 逐渐衰灭的预言 那这个也是 属于末法思想的一个来源 所以呢 在这种风不调雨不顺的状态 又有很多的这种 疫病的流行 种种的 那所以就难免 不得不去仰赖什么 天神的护法 所以呢 不免就会有 在我们第六行就讲到 不知道该 谁当来留步如是 经典的一个开探嘛 好 那又正好呢 我们说西元四世纪 不仅是艳达人侵入 其实四五世纪的时候 极多王朝 极多王朝在中印度 怎样兴起 梵文学复兴 传统的宗教其实就是印度神教 他也兴盛起来 他这种兴盛起来的话呢 印度群神的信仰在民间也增强起来 所以呢 所谓的密教也在这个时候发展起来 好 因为佛教已经衰败下去 他只好 依附在这种印度群神的这种信仰当中 好 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势 佛法如果要在社会安定繁荣下来发展的话 北方的这种佛教人士 是不是只要附属鬼神来护持佛法 好 这是当时候的一种 非常无奈的一种状态 好 那么日葬经 日葬经呢 也讲到 有恶心诸恶鬼等 好 也常常 好 常养食但 一切众生精气血肉以为生活 好 会有所谓的精气 众生精气 好 那 那 欲夺佛菩萨的精气 又以恶气来 来 这个 而欲 虚之啊 也就是 恶鬼神其实他也会夺人精气 好 并且用恶气吹到催入人体 好 来让人呢 失心 疾病而死 好 所以呢 像禅秘药法经里面就讲到 好 会有所谓的 好 就算是 誓题还阴 好 在左 护士诸天在右 好 持天药来灌顶 举身隐满 好 那么 横坐安稳 快乐备偿 也就是说 现实的环境 之 好的那种 无奈之下呢 那么也 只好仰仗什么 天神 好 希望有 这个 帝士天啊 有护士诸天 好 这个来 来保护 好 那所以呢 在观恩佛三昧经里面也讲 好 这个 做诸天手持保平想 持要观想 要入顶时呢 骗入尸体及诸脉中 这个就是 善天以天经器来知义人 好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观想 所以这种增加或损益 这个损伤经器的这些思想 其实是印度籍一般民间宗教所固有的 本来就有的 好 本来就有 所以在月葬经里面也有所谓的 地精器 众生精器跟正法甘露精器 其实有三种精器 好 这三种精器在倒数第二行 有没有 地精器 众生精器跟正法甘露精器 这三者来讲的话 如果地精器能够浊壮 那众生的精器也能够怎样 身心健康平和安乐 那正法甘露精器呢 是属于佛法的 它当然也会清静而向善向涅槃的方向 这三者其实都有相互的关系 也就是说它是必须要怎样相互增上的 如果地精器 地精器呢 那么确实又要跟这些 诸天 龙 王 鬼等 这些呢结合在一起 来让所有的药草 药果 柴薄 五谷 甘蔗 葡萄 这些能够怎样成熟 所有的苗架不让它怎样摔坏 那这个是地精器的不减 那地精器不减的话呢 在颜福提的诸促人当中 还有这些张鹿鸟兽啊 随其所欲呢 就不会有所罚哨 所以这是属于什么 众生精器 也能够不减 那要在这两者不减 地精器不减 众生精器也不减 以无法顾呢 另比众生 就说这些众生也才有修行善行 修诸善行的这个余力嘛 对不对 所以他能够修正法行 修真实行 勤修而住 所以是尊正法才得以久住 这个是不是又能够 影响着正法甘露精器的不减 所以这三者其实要互相增上 好 那但是呢 到了第三百二十六页 经文上面所说的 往往都会从苦恼衰乱说起 那也由于恶神的这种脚乱 脑乱 所以呢众生就会多有种种的激紧 有没有 疾病啊 爱别离苦啊 这个重脑逼切 所以就各个疊相布 疊相啊 然后布巨斗战 心肠孔胃 诸王刹利啦 这些 那么也 对众生来讲的话 也 也去做种种的逼脑 甚至呢 昼夜在杀害众生 燒煮 割结 让这些五谷财博 所欲公身 身心乐事 还有一些诸善行 是不是也都会损减 好 所以这个也就是在讲 这三种精气的一个依存关系 没有善良的天神来护持 恶鬼就会捣乱 恶鬼一旦捣乱呢 这个大地的精气是不是就会不足 大地的精气不足 是不是就会影响我们众生精气的不足 那众生精气的不足 那么这些佛法是不是就难以生存啊 好 所以呢 这里 在第二百 三百二十六页倒数第六行 所以唯有附属天神 好 来护持世间 遮止恶鬼神的恼乱 才能够物资丰盈 人情和乐 佛法常胜 好 那么面对无休止的这个动乱来讲的话 民生疾苦嘛 就会佛法衰落 对不对 好 那属于极定唯业 善诵其文 畏救生意 戒恨清洁 特闲禁咒的人来讲的话 这种大圣行者 而且这种大圣行者是属于什么 适应民俗的 好为什么适应民俗呢 因为他还是以比方他的这个禅定为他的 他的道业 但是呢他 他虽然善诵其文却畏救生意 有没有 他只是送送这个经文 却没有去研究 好 没有去研读那个圣生的法义 那么 就会比较属于只是洁生自爱 那 之外呢就是他也还算洁生自爱 那 确实又比较好 好 愿意去怎样去发展这些禁咒 在咒语这方面呢 他又去做一些发展 那这个都是倾向于适应民俗 有没有 适应民俗就等于是比较以 以众生为导向 所以呢 他就会热望于天龙来互职 主要是因为畏救生意的缘故 所以导师就讲嘛 他说这也许能够让佛法延续一段时间 这个是不是比较治标的方式啊 因为随顺着世俗的现实 有种种的困难 那这些困难呢就是因为 众生本来也有很多的烦恼 再加上恶鬼会去怎样捣乱 扰乱 那是不是在这种佛法上面呢 就自然会是比较衰败 那就比较没办法去深究法义的 就等于对佛陀所讲的这种真理法则的认识 是不是就有限啊 理解有限 所以呢 又为了要让佛法不断的流传 所以就干脆寄望给什么 天神来护持 所以这个或许能够让佛法延续一段时间 但是 一顺老师也讲得很清楚 但是论到佛法如果不从佛弟子的解形来着手 这是不是还是根本知道啊 其实关键会在佛弟子本身的解形 理解之后的行持 实践 这个是不是才是佛法的修行的最重要的地方啊 不从这个地方来下手 就如同论到动乱 不从政治的和平建设去努力 那是不是这种动乱也是不容易平息 就算去迁就了众生社会 但是呢 它这种平息动乱是不是也只是一时的 就像佛法 就算我们说都仰望这些天神来护法 那这种是不是还是表象上而已啊 那这个也不是天神所护持得了的 就是说如果佛弟子自己本身不去下功夫的话 那是不是只让表象的这些天神来护法 那护的还是什么 表象的法 那这个就很难很难长久 而且它的意义也不大 意义也不大 那以西北印度的佛教本来实质上已经衰落了很久 再经过艳达族的这种侵入破坏 所以就急剧的衰落下来 那当然呢 依赖着神秘的念天法门 还要再去创开一个新的局面 那这什么新的局面啊 其实就是秘密大圣佛教的星期 因为我们一直依赖在神秘的念天法门 这个就是把佛教的护法的工作 是不是都拖给天神去了 那拖给天神呢 我们也借着念佛念天的这种法门 来跟天神们有这样的一个沟通 却是呢在法义它是衰败的 那这个在跟神秘的这些天神 念佛法门 念天法门 这个就会比较属于念天法门 对不对 一旦结合的话 其实所开创的另一个新的局面 就是秘密大圣佛教的星期 那秘密大圣佛教的星期 对佛法来说 距离是不是就越来越遥远了 越世俗化 佛法的圣生的这种因缘法 是不是就离得太远了 已经不去论就这个部分 而都论在哪里啊 在表象上头 它就会变成只是一种表象 这样理解嘛 所以我们说 护法不能只有靠天神来护法 其实是人的护法 是不是才是最重要啊 因为人我们才能够去体会到 世间的悲苦 人也才能够发心来行菩萨道 那发心行菩萨道 是不是要解形病重啊 要福慧双修嘛 这个从智慧 从这个理解佛法的圣生含义 而且去这个 开发我们的那种慈悲心 是不是才是真正的菩萨道上面的 卑质双运啊 要走上这样的一个正途 是不是佛法它才会久远 而不是只有表象上面的 只是希望天神来护法 让这些恶鬼不要来捣乱 那其实我们如果自己 从圣生法义去下手的话呢 其实恶鬼也捣乱不了的 好 为什么恶鬼能捣乱 因为我们不理解圣生法义 只知道表象的话 是不是就很容易受到干扰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圣生的 法义的时候 其实外在的就干扰不了我们 对不对 因为我们能够深入法海 法性的大海嘛 能够深入到因缘法上面去呢 其实在表象上 是不是就比较不受影响啊 对不对 表象上波涛汹涌 我们说深入到那个海的深度里头去 是不是越深越平静啊 其实比较不会受到困扰的 好 那以上这些天神护法们的这些 经典呢 其实都是从什么 大吉经来的 大吉经 大吉经呢 被称为五大部之一 有没有 所以它的部类不少 所以我们的五大部 就是大品博瑞部 大品博瑞部 是最早出现的 然后华岩部 华岩部 那么有大吉部 大吉部比较晚 宝基部 宝基部 另外一个说法是法华部 其实用宝基部是比较对的了 宝基部 那之后呢 最后就是涅槃部 五大部 所以它也是五大部之一 叫做大吉部 所以它的这个 属于部类是不少 那么 栗藏本跟宋藏本 都是属于六十卷 那么是随带的生就的这个 转籍本 它是转籍的 就是不断的去累积出来的 那六十卷本里面 最不妥当的就是 日密分跟日藏分 其实它是同本的意义 竟然编成两份 这里的日密分 日藏经 这里 它有个日密分跟日藏经 其实它这个应该是同一个的 是同一个 它却把它拆成两个 还有呢 我们也可以从 它这里 讲到 这个古译 古译叫做明度教济经 编成最后的十方菩萨品 十方菩萨品 那我们来看 谭无称 主要是谭无称 它所译的这二十九卷 第一个呢 是阴若品 第二个是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品 第三 宝女品 第四 不询菩萨品 第五 海慧菩萨品 第六 无言童子品 第七 不可说菩萨品 第八 虚空葬品 有没有 这八品是不是都称为品 之后呢 第九呢 就变成宝床分 第十呢 虚空木分 第十一 叫宝济菩萨品 所以可见这个宝济菩萨品 是不是跑到太后面去了 它应该接着什么 接着虚空葬品后面 把品都完毕了 是不是才是分啊 所以导师也讲嘛 从名称跟内容来讲 宝济菩萨品 称为品 应该编在虚空葬品的前后 对不对 把品都完毕了 是不是才用分 所以呢 这个分里头呢 有 宝床分 虚空木分 跟什么 日密分 那日密分没有一全 好 多少有些遗失 好 那 在宝基 以下呢 他的住处就变了 但是也有次第可循 所以呢 这里就讲到 宝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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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来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是不是就是虚空木分 那甘露法门 四五亮乙呢 所以呢 日密分 跟日障分 跟日障经 其实应该是一样的内容 但是他把它分成两个 对不对 印顺老师就说 这个是不合理的 但是他就是分成两个 不过在日障分里头 日障经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佛陀在王摄成为诸大众说虚空木 因为虚空木分 是不是在那个之前呢 然后他也讲了安娜菩娜 也等于是属习观 跟什么 四五亮星 那又为了要去降伏 恶龙升到虚弥顶 然后又下到 又下虚弥顶 圣人住处 所以呢 在日障经之后 几乎都在虚弥顶 虚弥顶 圣人住处这个地方 所以他的 他的那个 住处开始变 是在日障经这个时候 他的地点 好 那日障分 接着就是月障分 佛陀也一样 是不是在屈罗地山 摩尼 诸仙所依住处啊 并且他已经说日障经完毕了 才来说月障经 这样理解吗 一个是他的住处 到第五呢 大圣大吉 地藏十轮经 有没有 这个呢 一样 佛陀是不是还是住在那里 屈罗地野山 朱摩尼所依住处 他的住处其实在 宝床分之后 在那个日障经之后 他是不是就都在那个地方 跟前面所那个住处是不同 前面的住处是在 大宝方宫殿当中来说法 之后就到了 屈罗地野山 并且呢 岳藏 岳藏经是在说日藏经完毕以后 地藏十轮经呢 会是在说岳藏经完毕以后 所以他是有顺序的 是有顺序的 好 那到了第六呢 大吉 虚弥藏经 虚弥藏经呢 佛陀一样 地点是一样的 那么在为功德天 吉祥天女来说法 那么也讲说 这个 吉祥天女呢 他过去也共同发愿 希望 在佛陀 惠土成佛的时候 自己也能够做功德天 功德天 来受祭 受佛来为他这个受祭 所以到第七 虚空运菩萨经里头 佛陀的住处是不是还是一样 但是呢 佛陀已经怎样去受了功德天的祭 这样理解吗 所以他是有顺序的 到第八呢 观虚空葬菩萨经 佛陀住处是一样的 那么他也在功德经 在前面的这个功德经当中呢 说了虚空葬 菩萨 摩赫萨的名 好 所以呢 到了三百二十九页的第二行 有没有 宝床分 属于分以下 所以品是不是应该要归到一起 之后都是分嘛 宝床分以下的几部经 有他先后 刺帝的先后 有没有 他着重于说 他透过降魔降伏恶龙 然后呢 天龙来护法 乃至于前面 前面我们早上讲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他去明了国王大臣啊 初学菩萨的一些罪业啊 然后忏悔 那么到日葬经以下呢 都在哪里啊 屈罗地山摩尼住处 好 所以呢 就会有所谓的日葬经 月葬经 地葬十轮经 有没有 虚弥葬经 虚空葬菩萨经 乃至到观虚空葬菩萨经 好 所以 所谓的大方等大吉经 这个大吉经 它是很大部类的 是属于五大部之一嘛 对不对 属于五大部之一 所以它前面都是品 一直到 到第八 乃至于呢 这个是不是应该归到这个前后来 之后是不是才有 宝床分 虚空木分 对不对 然后日密分 这个应该往前 那这个分完毕 因为日密分跟什么 日葬经是一样的 但是它把它拆成两个 所以呢 我们在早上讲的 说 这几部经是不是经常出现 我们就说 这些经其实都从什么 大吉 大吉经来的 对不对 有日葬 有月葬 有地葬 还有虚弥葬 虚空葬 那这个其实跟我们的什么 法界虚弥葬 有点 有点关联 虚弥山 非常的高 聪入云霄 有没有 日月 是不是在 一日一月在山腰 其实日月在山腰 所谓的月 下面有大地 下面有大地 上面有什么 虚空 好 那这个是不是叫日葬 这个叫月葬 这个叫地葬 这个叫什么 虚弥葬 还有虚空葬 总共五个 看懂了吗 其实我们在法院寺的大殿 有一幅叫做法界虚弥图 这个后面还有光芒 这个是虚弥山嘛 日月不是在上头的 反而在虚弥山的山腰内 表示这个 那个虚弥山非常的高 聪入云霄 这上面都还有云 日月是不是下头啊 虚弥山 然后呢 下头 虚弥山 这个叫日葬 月葬 虚弥山 这个叫做地葬 大地 它的基础 它的底下就是 地葬 日葬 月葬 地葬 虚弥山 然后呢 虚空葬 这些葬 的含义 我们有没有 发现它过程当中 常常写一个很小的字叫做 韵 韵 叫做胎葬 它是胎葬的观念 其实这个是不是就提供了如来葬的思想啊 如来葬 何为如来葬啊 就是我们都应该具有如来的胎葬 如来是佛嘛 众生皆有佛性 有如来的胎葬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怎样 成为如来 成佛 这样懂吗 这个其实是用一种很世俗的方式来做比喻 叫做如来葬 有没有 它这个同于如来葬 这些葬 其实都是胎葬的观念 所以它用孕 用孕 这个胎 胎是不是要孕育啊 孕育成熟了 出了胎是不是就是 就是如来啊 要有如来的胎葬 出胎而成如来嘛 这样理解吗 我们为什么能够成佛 是因为我们拥有佛葬 是不是 佛的胎葬 这个是正常为心系的 就是那颗摩尼宝珠 摩尼宝珠 由那颗摩尼宝珠来孕育 来孕育 来孕育 所以呢这个烦恼 这些呢都是外溯的 有没有 其实都是外溯的了 所以我们往前看一下 在这个过程当中 各位有没有找到那个运 在哪里 329哪里 第一行 第一行下面有没有 先于功德经中说虚空葬 有个运 有没有看到 运 有时候它那个 会写在很小的 用写一个很小的字 菩萨摩赫萨明 有没有 运 它是一种胎葬 胎葬的意思 好 好 所以呢它其实呢 这个前面五个 到观虚空葬菩萨经 有没有 观虚空葬菩萨经 好 所以这个叫做次第六部经 有没有 这是不是有次第的啊 其实它有次第喔 它的次第呢就是 因为它都是回到我们的第328页 第七行下面 四月葬经 首先 因为日密分跟日葬经 是不是一样的 它的分是在品之后 先有分 对不对 所以它有宝床分 好 那么有虚空木分嘛 之后是不是日密分 日密分 其实等于日葬经 好 第四月葬经 是 它那个时候是佛陀说完了日葬经 以 有没有一个以 以表示完毕 是不是日葬经在前 月葬经在后 好 那大圣大吉 地葬十轮经 在下头呢 说月葬乙 有没有 是不是月葬经 讲完了 才接着地葬十轮经 这样理解吗 所以它是有次第的喔 这样懂吧 好 好 所以到虚弥藏经呢 是因为 吉祥天 吉祥天女 好 它过去呢 曾经共同来发愿 好 对释迦摩尼佛来发愿 说 只要释迦摩尼佛在会土成佛的时候 自己所 自己呢 就要 自己要做什么 功德天 他先是吉祥天女之后 他才 当了功德天 那么他 想要得 受 奥里奥多罗三秒三菩提祭 有没有 他希望能够得以受祭 好 发愿者是接受受祭 好 到第七 世尊有没有 受功德天祭 别 契乙 有没有看到 他首先是要 想要接受佛陀为他受祭 这样懂吗 好 所以呢 虚弥藏经是这样 然后到虚空运 菩萨经 有没有 他是不是就叫虚空运 或者叫虚空藏 是不是一样意思 因为他是胎藏的意思 有没有 好 所以倒数第一行 不就是世尊去受功德天祭别 而且契 有没有 受完毕了 好 到第八观虚空藏菩萨经的时候 那么他就在功德经当中来说虚空藏菩萨摩和萨的名 好 因为他受祭之后 然后 所宣说的呢 就是虚空藏菩萨 虚空藏菩萨 虚空藏菩萨 所以他是有次第先后 这样理解吗 他是有次第先后的 所以从日藏、月藏、地藏、虚弥藏 好 然后是什么 虚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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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然后最后 第六部呢 就是观虚空藏 观虚空藏 好 好 所以呢 在第三百三十页 三百三十页 三百三十页 就可以看到五 这次第六部经 最后一部是修行法 其实他是五位 五位大菩萨为名 有没有 好 因为第五是虚空藏菩萨 嘛 第六是观虚空藏菩萨 加个观 好 所以呢 他们的修行方法 修行法 就是 以观 为主的 对不对 观虚空藏菩萨经 以五位大菩萨为名 日藏菩萨 月藏菩萨 地藏菩萨 虚弥藏菩萨 有没有 虚空藏菩萨 那这些菩萨呢 大都以 都是怎样 依事依德来立名 好 也就是他要有他的现象之外 就是他的德恨 他的功德的这个部分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这五位菩萨他所依的呢 就是虚弥山 运行于虚弥山腰 是不是就是日月 有没有 日月所造灵的呢 就是四大部州的大地 所以最下面它是不是 地藏 四大部州的这个大地啊 上面是不是叫虚空 这样知道吗 所以会有日藏 月藏 地藏 然后是虚弥藏 还有呢 虚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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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在什么地方 像タマ有力明 这样是不是就很容易 嗯 透过有图 是不是就很容易理解了 而且他们都称为叫做 藏 它是一种胎藏 也就是一种韵 那这五位虚空藏 菩萨呢 它是从西方世界来的 从西方世界来 这五位的这个障都叫做胎障的障 那这个也就是谭无称所翻译的大吉经 虚空障品 那不同的翻译还有唐不空 唐不空菩萨所翻译的 那么的这个大吉大虚空障 菩萨所问经 那这位虚空障菩萨的原文 那么他也讲到说是 安此无尽之障在虚空当中 事故名为虚空库障 他加个库障不是胎障 表示不一样的 当然在原文其实也做了很多比对 也做了一些比对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障呢 虚空障有两种 有两位虚空障菩萨是不一样的虚空障 一个是虚空胎障菩萨 一个是虚空库障菩萨 是不同的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虚空库障菩萨呢 是从东方世界来 虚空胎障菩萨呢 是从什么 西方世界来的 而且是五位 他集合在一起的 这样知道吧 他是五位在一起的 五位 但是呢 唐不空菩萨他所翻译的 大吉大虚空障菩萨 所问经 来说的话呢 他其实他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一方面来处不同 一个是从东方 虚空库障菩萨 是从东方世界来 他来处不同 法门也不同 名字也不同 对不对 一个叫库障 一个叫做胎障 这个库呢 有点是空间的意思 空间 在虚空当中 藏在虚空当中 所以他的这个障 是一个空间的 那个宝障的意思 那前面五位 是不是胎障 胎障的那个 那个宝障 孕育 孕育胎障的这个宝障 所以这两位虚空葬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 好 那日月地 虚弥 还有虚空 五位藏菩萨 有没有 现在是不是就很熟悉了 这五位菩萨呢 是参照玉界天 玉界的地居天神 住处而立明 有没有 玉界 玉界的地居天 是不是最下面的两个天 会有 第四天跟什么 四大天王天 四大天王其实管四大不周 所以那个是 地藏是不是就是从 那个四大不周的这个地藏来的 第四天里面的这个玉皇大帝 其实是在虚弥山顶的 它其实在虚弥山顶 所以就相当于 上面是第四天 那这个是什么 四大天王 它应该是方的四边 四大不周 它是不是管东西 南北啊 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 属于什么 地藏 那之外就是有日藏 有什么 月藏 有地藏 然后虚弥藏 对不对 第四天是不是在这里 然后呢 这剩下的虚空 虚空叫做什么 虚空藏 叫做虚空藏 所以它这个是 玉界里面的什么 地居天 地居天只有两个天 之后是不是就叫空居天 再上去就空居天 这个叫地居天 因为它还是依大地而住 地是天依高山而住 依虚弥山而住 依着虚弥山而住 所以呢 所以呢 它算是地居天神的佛化 于是呢 我们就想到 映顺导师曾经 把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发展 做了 做了一个 分类 有没有 佛法时期 佛法时期 然后到什么 初期大圣 后期大圣 秘密大圣 如果把它分四期 那佛法时期有原始佛教时期 不知道什么 物派 如果再详细一点讲就是还有根本佛教时期 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 那这个时期叫做什么 身闻为本 之解脱同归 有没有 这里呢 菩萨为本 之大小兼唱 秘密大圣呢 如来为本 知 天佛一如 我们会发现 一 三 五 是不是都是为本 身闻 到什么 菩萨 到如来 这个过程呢 第二跟第四是什么 倾向 菩萨 知 身闻分流 这里是 这里是倾向如来 从菩萨倾向到如来 是不是 菩萨分流 这样会不会记呀 对不对 身闻 菩萨 都如来 其实越来越 怎样 往下面衰败了 所以为什么叫天佛一如 你看这些神话的 你看这些神话的是不是跟什么 就是天神的佛化 这样懂吗 地居天神的佛化 这是不是以如来为本知 天佛一如啊 好 那 艺术导师曾经在东方净土发围当中也讲 像要师流离光如来 好 他有日光片照菩萨 月光片照菩萨 另外他还有什么 八大菩萨称空而来 好 那日光月光 菩萨其实就是日月的光辉 八大菩萨称空而来 就是八大行星 还有十二要叉大将 是黄道带内的十二成 每一位都有七千眷属 总共有八万四千眷属 对不对 如同什么 无量无数的小行星一样 所以呢 大圣佛法 他的这个佛菩萨 由取法天解 并且去累积于有组织的倾向 是不是做了排列组合啊 而且要有组织有系统 那这个怎么样去组织系统 其实在大吉经里面 出现最多 有没有 前面是不是讲了很多啊 二十八星宿啊 十二 十二 十二成或者十二什么 这些 其实呢 都是去做这些的排列组合 其实也就是在排列组合 那这个可以说是什么 后期大圣 之后是不是就是 提供了后面的秘密大圣啊 这个等于是秘密大圣佛法的一个滥藏 等于是一个开始 我们说后期大圣佛教的这种天神化 是不是也等于 因为它倾向如来之什么 菩萨分流嘛 这个菩萨是不是也都可以神格化了 也可以畜生化 也可以神格化 其实它就是提供了秘密大圣的什么 最大的养分 所以呢 导师就写到什么 大圣佛法之后 是不是就不写了 因为再继续就是秘密大圣 其实导师也不想写了 因为它已经太过于怎样天神化 佛法的成分是不是越来越少啊 越来越少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最好的就是菩萨为本之大小兼长 可以说像抛物线一样 它是巅峰 之后其实下来了 到如来为本的时候 就是只求 只问收获而不知耕耘 对不对 要快速成佛嘛 菩萨为本是怎样 只问耕耘而不问收获 收获是自然来的 所以我们要去把握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到佛法时期 佛法时期是不是以身文为本啊 这个是佛法非常重要的什么 本质 所以大圣佛法后面不管再怎么样发展 导师是不是随时都在跟佛法去做对照 跟那个本质的部分一定要去做对照 所以导师就对秘密大圣 其实就没有太多的琢磨 所以我们的方便之道就在这里告一个段落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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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